如果我告诉你,有一种特定的锻炼方法,可以让一个50岁的人的心脏,在生理上恢复到30岁的状态,你相信吗? 这听起来可能像天方夜谭,但一项惊人的研究发现,仅仅卧床三周对你身体造成的损害,竟然比自然衰老30年还要严重。 我们中的许多人,包括我自己,都痴迷于每天走满一万步,以为这就是通往健康的康庄大道。 但今天,我们将揭开一个残酷的真相,大多数人的有氧运动,可能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。 我们将一起学习,那个被顶尖科学家誉为长寿最强预测指标的神秘代码到底是什么? 更重要的是,我将为你提供一份具体的,可执行的终极锻炼法操作手册,它不仅能最大化你的心肺功能,甚至能从生理上,逆转你心脏和大脑的衰老时钟。 准备好,这可能是你今年听到的,最重要的健康知识。 在我们揭晓具体的锻炼方法之前,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个核心概念,一个被科学家称为长寿最强预测指标的东西。 它就是心肺耐力,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说,最大摄氧量VORmax。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身体引擎的最大马力。 它衡量的是,当你拼尽全力运动时,你的心、肺、血管能将氧气输送到肌肉并加以利用的最高效率。 这个数字,比你的胆固醇水平、血压甚至体重,更能准确地预测你的寿命。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。 大量研究证实,拥有高心肺耐力的人,比心肺耐力低的人,平均寿命要长整整五年。 他们死于心血管疾病、癌症等各种原因的风险,要低80%。 而最颠覆认知的一点是,那种我们习以为常的中等强度运动,比如在跑步机上快走,虽然感觉不错,但研究发现,即便每周进行两个半小时这样的运动,仍有高达40%的人,其心肺耐力VORmax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提升。 这就像你辛辛苦苦地往一个有漏洞的桶里倒水,事备公办。 那么,真正能高效提升这个长寿指标的方法是什么呢? 答案,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,HIT。 具体来说,有两种经过科学反复验证的黄金标准方案。 第一种,也是效果最强大的,被称为挪威4×4训练法。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。 首先,你需要一个可以持续输出功率的设备,比如动感单车或者划船机是最佳选择。 然后,进行充分热身后,开始第一个循环,用你尽全力能维持4分钟的强度,进行高强度运动。 在这个强度下,你的心率应该达到最大值的80%以上,你基本上无法轻松地说话。 完成4分钟后,立刻切换到极低强度的恢复状态,同样持续4分钟,让你的心率和呼吸慢慢平复下来。 这样一个4分钟高强度加4分钟恢复的循环,重复进行4次。 这就是4×4的全部内容。 我知道,这听起来很难。 所以,还有第二种方案,也是Ronda Patrick博士推荐的最低有效计量方案。 这个方案,就是1分钟高强度,1分钟恢复。 你尽全力运动1分钟,然后低强度恢复1分钟,将这个循环重复10次,总共只需要20分钟。 最关键的是,这样的训练,你甚至不需要每天都做。 每周进行1到2次,就足以给你的身体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那么,为什么这种把自己逼到极限的运动,会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呢? 这背后,藏着一个关于乳酸的惊天秘密。 长久以来,我们都误解了乳酸。 我们以为,它是导致肌肉酸痛的代谢废物。 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eorge Brooks教授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一点。 事实是,乳酸不仅不是废物,它更是一种奇迹分子。 当你进行高强度运动时,身体会产生大量乳酸。 这些乳酸会进入血液循环,被你的心脏和大脑当作高效的清洁能源来使用。 但这还不是最神奇的。 当乳酸穿过血脑屏障,进入你的大脑时,它会扮演一个现实的角色。 刺激大脑释放一种叫做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物质。 Patrick博士将BDNF生动得比作大脑的奇迹肥料。 这种肥料有什么用呢? 第一,它能促进新神经元的生长,这个过程叫做神经发生。 第二,它能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,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。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它甚至能够逆转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核心区域——海马体,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自然萎缩。 一项针对60多岁老年人的研究发现,在经过一年的有氧运动训练后,对照组只做拉伸的海马体萎缩了1%到2%,这是正常的衰老过程。 但是,运动组的海马体不仅没有萎缩,反而逆向生长了1%到2%。 这意味着,你不仅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,甚至可以在生理上让它变得更年轻。 所以,仅停止仅仅将锻炼视为减肥或维持身材的工具。 这种看法,极大的低估了它的价值。 正如科学家所说,如果能将锻炼的益处装进一颗药丸,那它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药物, 任何王牌药物在它面前都将黯然失色。 从今天起,请将每周至少一次的高强度训练,像安排一次重要的商务会议, 一次与挚友的约会一样,郑重地写进你的日程表。 这短短的20到30分钟,不是在消耗你的时间,而是在为你未来的自己, 那个依旧思维敏锐、心脏强健、充满活力的你,进行最重要的一笔投资。